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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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又來了 好 這是天空元素第一次的大解密 好 我們的工地正在進行當中 也是我們第一次去公開一些設計的秘技 那麼有一句話說 未來的住宅只會智能變得更智能 然後呢 我們這次為什麼要在這樣一個半產品的狀態下去 對大家來解說 因為這屋子裡面它包含了 AI 未來數位智能 還有聲控 包括加上所謂的全熱式空調 還有屋內的氣候調節器的一個使用方式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稱的未來宅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在這裡為大家公開來跟做解釋還有說明 那我們等一下請一下 廖先生來為我們來去做一下解說 各位大家好 我是喜劇國際公司負責人廖志豐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來跟大家介紹 什麼是一個新的概念 全屋式的一個空氣品質管理系統 那這裡面的元素有非常多 所以我今天會利用一點時間 讓大家看看我們這個場域 雖然只是完成了百分之一半的時間 但我希望大家透過在它們封板之前 能夠去體會封管的安裝跟一些細節 來我們大概走一下吧 大家看到現場裡面有很多這種白色的管子 這個管子呢 基本上就是瑞士的一個抗菌封管 它一個最大的一個優點就是 它本身是用抗菌的材質 所以如果我們把風管當作一個人的呼吸道 家裡的呼吸道的概念的話 它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呼吸道 那所有的我們的乾燥的風 新鮮的空氣 還有這個外氣涵氧的空氣 都透過這個風管 進到我們每個房間 所以我們對它的要求就非常高 待會我們花點時間才跟大家做個詳細的介紹 那各位看到幾乎是每個房間 我們都會有一個風管的進風跟出風 這目的也是希望讓它的循環效果 都能夠達到非常好的效果 不單單只是新鮮空氣 也包括濕氣的乾燥的風跟把濕氣抽走 把室內的汙濁的髒空氣抽走 把新鮮空氣帶進來 那像這個是主臥室 大家看到就是大概這樣的空間 那很多人會問一個問題 什麼叫做全屋式的空氣管理系統 全氣候 它的概念其實是 請大家把全熱交換器這事情先忘掉 它過去被大家所認知的 只是一個熱交換的概念 把新鮮空氣帶進來 把外面空氣 把裡面空氣抽走 然後做一個能源的交換 但是實際上在我們現在的 過去的使用的過程 很多客人有非常強烈的反應 都認為全熱交換器 並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效果 可能是觸風量沒有很好 循環沒有很好 很多原因 那我們今天試著用另外一種方式 來讓大家了解 我們怎麼去建構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全氣候的管理系統 為什麼講全氣候 不是只是單新鮮空氣的代入 或者是張空氣的排出 我們還帶到廚師 我們帶到我們的空氣清淨 我們希望每個房間都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標準 那目標很簡單 就是希望說過去可能各位 你們可能裝了空調以後 又裝了全熱交換器以後 你可能要去家裡去買一個落地型的空氣清淨機 或落地型的儲置機 每個房間都擺滿很多設備 我希望這件事情 透過我們這套系統 你就可以不用再去花這個時間 花這個錢 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規劃 你可以很輕鬆的在每個家人 每個房間裡面 都能夠享受非常好的空氣品質 那剛才提到 既然這個風管是做全氣候的概念 所以它不是只走新鮮的空氣 我們也提到它有做一些乾淨的空氣 還有我們的儲濕機空氣 那接下來我跟大家簡單的帶到 我們這些設備管線是怎麼樣架構的 請這邊來 那我們今天看到這個風管系統 可能當下看到大家會覺得說 嚇一跳怎麼那麼大一個東西 其實原因在於說 我們這次配置的全熱交換器 是瑞士的ZENDER的全熱交換器 它本身有非常大的一個風量 那最大的好處是它的熱交換箱非常好 那另外我們也配置一個很高效能的一個儲濕機 就是Ultra Air的全無形的儲濕機 這兩個機器透過它的共管的方式 能夠一起導入到我們的空間裡面來 大家看到這裡有一個黑色的箱體 那一定覺得很奇怪 我們市場包了一層 叫做核熱層 保溫核熱 防止能擰水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才有提到 我們業主使用的這個瑞士的全熱交換器 它有一個擴充的模組 它可以有一個預冷箱 或者預熱箱 也就是將來 客人可以用透過這樣的設備 它可以把適度的冷空氣帶進來 把外面的熱空氣先變冷 先變冷 預冷 帶進來 為了要使用這個功能 就必須確保說 每個裡面的設備都不會有冷凝結的問題 所以我們做了這樣的一個保護 再來看到這個就是一個過涼風箱 因為這個是一個六十幾平的空間 也是非常有限 那我們盡可能在這裡面 不影響它的進風量 但是又能達到一個效果 所以我們做一個這樣一個過涼風箱 然後大家往前面帶 你們就來看到這邊有兩個設備 一個就是我剛才提到 怎麼做空氣清淨 就是一個空氣清淨箱 底頭呢 就是有瑞士他們內建的 HEPA濾網和核心帶的濾網 它可以很容易的 讓業主可以自己更放 那因為它本身的風量 將近有1800CMH的風量 所以它基本上在處理這個風量的時候 它的燃擊力是非常的主供 沒有問題 那最後面這個箱底 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SILENCER 這個SILENCER基本上 它的概念跟剛才的效應箱一樣 它具備有一定程度的聲音的過濾 那我們為什麼裝這個東西 是因為它有個叫做 靜壓箱的概念 透過這個靜壓箱 我這邊前頭接了10支的管子 會分配到我剛才一開始解釋的 會到我們所有的房間 它要確保每個房間的風量 都能夠非常平均 這是一個它最大的好處 非常平均 然後再來就是 大家看到上面很多卡鉗 這個卡鉗是非常方便 讓師傅他們在實作的時候 不會有人為的舒適 所有的設備都是原裝進口 它基本上是卡上去就可以了 各位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我們的客車的地方 那很多客人都問問問題 就是既然您做全屋式的 全氣候的這種空氣循環 那我怎麼解決我們的廚房 廁所 乃至於鞋櫃移除的這些 空氣的一些問題 那這就是我們剛才一開始跟大家介紹 透過一個很好的一個瑞士風管的配置 我們可以依每個空間的需要去配置風管 讓它能夠產生個抽風的概念 把這些廁所也好 鞋櫃的味道 或者是衣帽間的一些乾洗的一些乾洗器的味道 都能夠帶走 那剛才已經提到 我們不是走幹管室 我們是用分別的管線直接抽到外面去 所以它不會有交叉傳染跟味道交叉傳染的問題 所以這個也是它非常大的好處 好 那我們接下來往後面來看一下 後面我們後陽台的位置設備 好 這是一個大概是一個標準的一般的後陽台 那我們在跟業主溝通的時候 它也非常的認得我們在這個地方 透過一個好一點的瑞士全交換器 它是一個方向型的 它並不是做所謂的吊底式的 跟日式的全熱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所以我們將來會這邊 擺個設備在這裡 然後它允許有一個基本的空箱體 跟未來的預熱空調下的一個配置 然後呢 透過這個風管 再跟我們的這個全熱交換器 這個儲濕機 一起做結合 那透過這個風管一起進到我們的室內 那這些基本上 儲濕機本身因為有壓縮機 跟比較大的觸風量 所以聲音視頻會比較明顯大一點 所以我們透過安置在這個地方 能夠讓這個聲音降到最低 最低不影響他們的業主 他們的生活的這個民進 那全熱交換器這邊 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在維修 在做濾網的更換都會非常的方便 所以這是一個很建議 大家能夠在您的居家空間裡面 找到一個合適的空間 我們去做器材的排放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另外這個地方 我們會有做很好的出風跟回風的 這個外氣的配置 那這地方也是因為考慮到 這邊的坐向 我們有幫助考慮到 怎麼樣是合適的出風跟回風 這個大概簡單 也跟大家做個簡單這樣說 經過廖先生這麼詳細 及專業的介紹 我想大家應該更清楚了 所謂的智能填熱式交換器 還有所謂的廚師恆溫空調 這些屬於AI智能宅的重要性 我們的室內設計 現在已經從很早期的 只是單純美學 還有說其他的一些裝飾 現在已經變成到 打功能未來運用 還有所有專業等級的成分的一個不同了 室內設計 它已經慢慢的在提升這樣的一個基礎 它已經從很簡單的 只是一個空間溝通跟規劃 進階到所謂的到 空間環境環控系統 整體的一個大方向的規劃 所以室內設計 它未來必須要結合更多的專業 來去一起做結合 跟一起做開發 所以它已經變成是說 室內設計 它不是只是單純的室內設計而已 我剛剛前面在搶的一句話 我再繼續去強調 就是說未來智能只會更智能 要開始慢慢去了解到 呼吸這件事情的一個重要性 包括未來我們的地球能源 慢慢被亮度以後 你如何做到節能的基礎 跟所謂如何去做到 呼吸乾淨的這樣的一個基礎之下 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所以我們的室內設計 已經慢慢的從功能 還有所謂的專業上 智能的基礎開發上 開始變得不同 而不是只有美學而已 今天我們特地來去拍攝 這樣的一個半成品的空間 當然我們還有下一集的繼續 請大家期待 等我們整個暗場完工以後 你們將來會看到一個更寬闊更大 然後更智能 運用很多程式 運用了很多的一個不同的方式 讓大家更了解這個屋子裡面的未來性 跟那個整個的美學 還有觀點的所謂的交疊 然後如何去創造這樣的一個住宅空間 好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礎觀點 我想在觀看我們的YouTube頻道的人 你能去特別去注意到這樣的一個觀點 這個是必須設計師與屋主還有專業人士 三方而去做深入的溝通協調 比如說這個屋主 他們希望他們活在一個完全乾淨的一個 而且能智能調適溫控的一個系統裡面 那這樣的空間 才會給他們帶來更大的舒適感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樣的場景 那請持續的追蹤跟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然後下一集我們會給大家更多更新的內容 掰掰